众所周知,花鸟市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不过,我在花鸟市场里经常可以看到 很多店铺里都在卖一些五颜六色的 但是看起来又极其不自然的宠物 到底有哪些动物的颜色是人造的 它们身上的这些颜色又是怎么染上去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在市面上最常见的染色宠物 我们去找一下有没有染色鱼 在这家店里,这些就是白话的私足卢 人们还会叫它招财鱼或者战船 在私足卢或者是那些白话的鹦鹉鱼的身上 就经常会出现人类艺术家的作品 你看,有国风派的插画 有代表着朴实理想的文字符号 甚至还有动人的表白,艾拉夫勇 而这些天马行空的艺术创作 是如何留在鱼的身上的 原来是可以利用针或者是激光 先破坏掉鱼的黏膜 然后在它们的皮下注入染料 这样就可以在鱼的身上纹身 嘿,这里有哆啦A帽,还有海绵宝宝 相信很多同学也见过这些染色的乌龟 老板还会告诉我们 装在这样的小瓶子里面养 三天一粒凉,五天一换水 非常的方便简单 实际上,这样的小瓶子并不适合乌龟 而且这样的乌龟苗在被染色之后也很难存活 染色的过程以及这些染料本身 对这些巴西龟苗都会造成伤害 而且这一层染料会牢牢的粘在壳上 即便是那些活下去的乌龟 也大概率会出现外壳的畸形 其实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乌龟也是要退壳的 乌龟退壳的方式就是将背甲一片一片的脱落 所以那些被黏住了的灰甲 就非常容易发生变形 这里还有好多花花绿绿的七彩蛙 它们也都是人类改造的结果 七彩蛙的本体是一种生活在非洲的 一辈子生活在水下 颜色灰扑扑的蛙类 叫做非洲爪肠 人类在早期将非洲爪肠培育出了白化品种 以方便科学研究 不过在宠物上人的眼里 白色的非洲爪肠就成为了一张 可以挥洒创意的白纸 会在它们身上注射各种各样的色素 还起了像七彩蛙 彩蛙等等这些喜庆的名字 身价也翻了好几倍 同样的道理 七彩蛙牛也是由白化的鹤鱼玛瑙 人物染色而来的 这些被染色的动物 寿命会大打之后很难养活 最后我们在鸟区 还看到了直戳童年记忆的彩色小鸭子 这些彩色小鸭子彩色小鸡 它们的染色方法更加粗暴 它们会被丢进染料桶里 经过一番揉搓 就可以换上一身鲜艳的外套 经过了劣质染料的洗礼 这些小鸡小鸭更不容易活下去 在市场上 我们还能见到的人造染色宠物 比如染色的六角恐龙 其实它们是白化的墨西哥动狗人 甚至偶尔还会看到染色的小狗 染色的猫等等 商家们为了吸引眼球 提高价格 一定是制造出了这些活体玩具 我觉得这些都是畸形的审美 其实只要我们细心观察身边的很多动物 它们原来的样子 它们真实的色彩 那些才是经过了漫长的自然演化之后 留下的最美丽的模样 那样的美丽才是洗不掉的 才是最自然的 好了 大家充满魅力 我们就保持情绪